常见的家族遗传病有哪些? 王秀西安市第四医院 维产医学中心主任医师 家族遗传性疾病 实际上人类现在有 一千多种遗传性疾病 那么我们现在 作为一个产科医生 我们现在最常去做的 实际上是一些染色体病变 造成的这种疾病 这种疾病的话 就是我们常见的 就是唐氏综合症 就像我们说的 这个钢琴家周周 就是一个典型的 唐氏综合症的患儿 那么还有就是说是 爱德华氏症 也是因为染色体的病变 结构异常造成的这种情况 那么还有一些 我们就是很少见的遗传性疾病 比如说 度式基因养不良 这些情况 在人群中的 它携带的几率 它这种基因的携带的几率 是五十分之一 那么这种疾病 可以导致的 就是说是肥大性 性疾病啊 这些都是一些 致残 致伤的一些疾病 所以我们在人群中 做这些遗传性疾病 筛查的时候 一定就是询问家族中 特别是三代之内 家族中有没有相关的 这些疾病的发病史 也方便我们医生 去了解他的这种 家族的情况 是散发的 还是聚集性发作的 这种遗传性疾病 专家提示 一 家族遗传性疾病 最常做的是 染色体病变造成的疾病 二 唐氏综合征 爱德华氏症 度式基因养不良 都是常见的 家族遗传病 三 人群中 做遗传性疾病 筛查 一定询问家族中 有没有相关的 疾病发病史 这种遗传性疾病